古人讲的不怕念习 只怕挚齿 如果到不起念的时候 那你已经成功了 你不是凡夫 你已经是佛菩萨 凡夫决定起念 念头才起 一句佛号提起来 这就是挚 佛号就是挚 把这个妄念换掉 圣经里面 起欢喜心 把这个欢喜换掉 逆经里面 起诚恨心 那诚恨的念头换掉 统统换成一句佛号 这个叫真念佛了 会念佛 所以功夫在哪里用呢 在齐心动念处用 用到这个时候 所有一切妄念呢 都不起了 这就是法诸三魅士 三魅士印度话 翻成中国意思 正受 正常的享受 也翻作禅定 所以禅定是正常的享受 禅定两个字 慧能大使讲得很清楚 他的讲法完全根据金刚经上所说的 不取余相 如入不动 不取余相是差 不取余相用现在的话说 绝不被外面境界干扰 这是差 内里面呢 绝不会起心动力 这叫定 永远保持 永远保持 外 立向 内 不动性 这个境界现情就叫法诸三魅士 这个时候啊 善能 绝了 助产 虚假 世尊给我们讲世间禅定 有八种 这是前身呢 八个不同的层次 粗产 二产 三产 四产 再往上去呢 要四空定 后起来 叫四禅八定 八定里都包括四禅 不是四禅之外 还有八定 不是的 这是大分啊 细分呢 那就多了 粗产里面 这个功夫 层次 各个不相同啊 真正用功的人 年年境界不一样 月月境界不一样 天天境界不一样 你必须晓得 这禅定层次 是多么复杂 那用的这个手段方式 那这无量无边呢 所以叫无量法门 这些事实 我们要知道 禅定是手段 不是目的 所以 它也是方便法 它不是究竟法 这主一定要想的 你要借了禅定 住禅 虚假 那么有很多修禅定 得禅定的人呢 为什么出不了三界 挣不了圣谷 毛病就在他生起见爱 禅定的境界好啊 你看我们佛门常讲 禅月为始啊 那个境界快落极了 一入那个境界上 贪图这个境界就坏了 一贪图 它就不能再提升了 它就住在这个境界里面了 这就大错 大错 那么将来我们自己修行 其如这个境界 自己要知道 经纲经上说得好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禅定境界也是虚妄 设法界一真庄严 都不是真的 决定不能够贪爱啊 一生欢喜心 自己就 堕落了 不能再前进了 所以 永远 要记住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永远 永远 到如来果地 还是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这两句话 没有止尽的 不能说是 我到地上菩萨了 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圆满果决了 大概可以止住了 不可以 一止就错了 决定不可以 制住 妄想 妄想分别 制着 永远 断了 永远 没有 这个样子 才能开智慧 智慧 是随着定功 逐渐开的 你定功到什么程度 你的智慧的时候 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禅定跟般若 是成正比例 定功越深 智慧也越大 感谢观看